110年大学学测成绩今天公布 罗东高中有447人报考 整体成绩相当优异 而五科全考70级分以上有五个人 其中林书宇拿到了75级分 也是宜兰县今年唯一一位学测满级分的学生 而林书宇的目标是台大医学系 希望像他爸爸一样成为医生 未来到偏乡当医生服务在地 大学学测成绩今天公告 虽然今年的大学学测是近几年最难的 可是我们本校学生的成绩依然亮丽 我们需要有一位学生考五科 每科都满级分 总级分75级分 另外我们70级分以上有五人 我这一次运气比较好考了75级分 然后我希望我学测繁星可以上台大医科 然后当医生本来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然后我希望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偏乡服务 林书宇当年在中到中学考国中基策 就是以宜兰的榜首进入罗东高中就读 三年后再度成为宜兰县唯一一位大学学测满级分的学生 而他分享读书的秘诀就是不熬夜 每天保持充足的睡眠 并也把读书的重点放在不擅长的科目上 掌握学习效能 读书的秘诀我觉得就是睡眠吧 睡眠一定要够 我每天大概九点睡 然后五点多起床 我觉得早上读书的效果一定是比熬夜 开夜车来得好 因为我从不熬夜的 你从来都不熬夜的 我就除夕夜会熟睡而已 一年到头基本上我都九点十点多岁了 读书的技巧就是 把注意力放在不喜欢的科目上 因为喜欢的科目可以用兴趣 像我的社会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准备 可是就是靠着平常的兴趣 就可以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 可是像一些数学这种比较不生活化的 我觉得就是要花时间下去读 大学学测成绩今天公布后 校方也办理了选田志愿的辅导 协助同学们可以进入理想的科系就读 而繁星计划也预计在3月17号放榜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